腾讯控股将于11月15日公布2017年第三季财报 摩根市单力维持对腾讯增持平息 并上调目标价从港币370元调至420元 调升幅度是3% 5%大摩预计腾讯手游收入将年增72%至人民币170亿元 创纪录新高广告业务贡献率预计进一步上升至17% 华尔街简文报道 今年以来腾讯股价屡创新高 累计上涨93% 市值逼近港币3 5兆元 大摩表示腾讯当前本益比约为34倍 最新目标价中隐含的腾讯的本益比为39倍 在历史波动范围内 强劲的游戏收入和稳健的广告收入是大摩看多腾讯的主要理由 大摩预计腾讯第三季游戏收入将年增40% 腾讯旗下现象级游戏王者荣耀吸睛能力不减 具行动应用资料分析公司Sensor Tower 王者荣耀透过iOS通路收入在第三季年增30% 较去年同期24%的增速进一步加快 此外 混沌罗穿越火线等老款游戏也继续保持显著的增速 而一批新上线的游戏也表现不菲 第三季 在iOS系统上收入排名前20的游戏中腾讯旗下游戏占据8个 而在第二季 这一数字还仅为5 这也代表网易和腾讯在游戏业务上的差距进一步加大 今年底明年初 腾讯还有一批新的游戏 计划上线 其中王者荣耀北美版Arena of Filler 预计将于明年登陆 因此大摩对腾讯游戏业务前景表示乐观 预计2016年至2018年 腾讯手游收入复合年增长率约为48% 腾讯持续在高品质内容方面的投入有效促进了流量 今年第三季 腾讯视频平均MAU每月活跃用户达到4 5亿人次 腾讯新闻MAU达到2 1亿人次 平均每日活时间年增6% 大摩认为随着微信功能继续扩展 未来朋友圈有潜力成为广告收入增长引擎之一 在2014年时 广告收入在腾讯总收入中占别仅为11% 大摩预计今 年全年广告业务的贡献率将上升至17% 并预计该业务在2016年至2018年间将保持48%的惊人增速 杰富瑞集团分析师Karen Chen 预测手游和数位内容的强劲增长将带动腾讯的整体营收 机营收将年增54% 6%至人民币624亿元 腾讯控股将于11月15日公布2017年第三季财报 Pingwest分享